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行政部门购买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的地图 美国众议院2022财政年度的综合支出法案 纳入共和党议员的友台条文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制作 采购展示任何不正确的标示台湾领土 涉及体系与台湾所管理岛屿的地图 法案生效之后有望限制中国通过地图矮化台湾的领土 而这项综合支出法案总金额是达到了42.9兆台币 下一步将进入美国参议院表决 如果通过将交由美国总统签署生效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